新英雄亚连到底有多变态呢 这是一个15级小鲁班 一个大招盖下去再用1技能输出几下 小鲁班其实就被带走了 又或者是呢我们放1技能 打完一套后也是可以直接带走小鲁班的 然后我们再看 这是一个6神装的白起非常肉板 我们先用2技能位移上去接普攻 然后呢放个大招等落地继续接普攻 然后放1技能直接一套带走 这小王现在出的英雄简直越来越离谱了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新英雄亚连我们很熟悉的 他跟刀剑神域的同仁还挺像的 而且他的2技能还是两段可以储存的位移技能 而他的大招呢则是乌鸦坐飞机 是不是感觉跟老公本两个技能还挺像的 当然呢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亚连普攻是挥动双刀 造成一次法术伤害和物理伤害 因此前期不管你出的法抗装备还物抗装备 他都可以打出伤害的 而且呢第四次普攻造成伤害还是真实伤害 你说离谱不离谱 关键是不管他的物理伤害还是法术伤害 又或者真实伤害还都能触发暴击 一个暴击两三千真伤这谁受得了 而且呢每次普攻和技能命中敌方英雄 看到雪条下方的黄色能量条没有 这个呢叫做怒气值 一共可以叠加16层 最终呢可以给亚连提供32%的免伤效果 48%的物理穿透 法术穿透 相当于自身带碎星锤和虚无法杖两件装备 而亚连的一技能呢也很离谱 看到怒气值下方的四个小格子没有 亚连正常放一技能 就造成一次伤害击飞效果对不对 而他普攻和技能命中目标 都是可以叠加这个小方格的能量的 例如我们先普攻一次获得了一个能量 那你释放一技能子会造成三次伤害和一个击飞效果 例如我们通过普攻获得两个能量对不对 那你释放一技能子会造成五次伤害和击飞效果 那例如我们通过普攻加上二技能且普攻 获得了三个能量 那你释放一技能子会造成七次伤害和击飞效果 你就说这个伤害离谱不最后呢就是我们四个能量全满的时候 那你释放一技能后则会造成七次伤害 加两次真实伤害还有击飞效果 而且呢一技能打的这些伤害他还都能暴击明白吧 所以亚连这个输出呢就不用多说了 而亚连的二技能呢就很简单 就可以释放两次位移 撞到目标呢会造成99%的减速效果和伤害的 大招呢就更简单了 选择目标跳到空中 1.5秒内呢是不可选中状态 而目标呢还会受到50%的减速效果 你在空中呢还可以追着目标进行移动 落地后呢对中心区域造成一个真实伤害 一个大招4000多的真实伤害 那对面还玩个什么对不对 而大招边缘处如果命中目标呢 则会造成法术和物理的混伤 他就没有真实伤害了明白吧 而且亚连大招落地除了会造成伤害以外 自己还能获得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护盾 这个护盾值呢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你以为这就完了 亚连大招还可以选择队友进行释放 期间呢队友会获得50%的移速加成 并且呢还可以获得一个护盾 这个英雄呢这点就有点离谱了 而且他的连招也非常简单 二技能位移过去接普攻 获得两个能量 然后大招落地接普攻 直接叠满能量 然后放一技能进行输出 而且一技能期间呢我们还可以进行移动 非常不错哈 总之呢这英雄上线到真实伏前肯定要大学的 好了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